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狗血剧情再次由小说照进现实 而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就是香港出了名的富家千金何奥尔 为何她会选择在自己最青春的年纪和这位70岁的富商在一起呢 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呢 何奥尔刚开始称得上是豪门千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的父亲何世根是香港一大商业巨头 她家的资产和家产很是庞大 据说何世根拥有着多公司及14个物业 还包括过千万的长沙湾铺王 巅峰期身价居然高达8位数 而何奥尔就是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家庭 可以说只要是涉及到钱的事情 基本上何奥尔就不用发愁了 所以从小何奥尔享受的是最高级别的教育 和多方面才能的发展 她在课语之外还学习了体操培养体态 这位附加千金甚至是还获得过体操冠军 要不是碍于学习 何奥尔差点就成为运动员了 后来何奥尔还考上了香港大学 最后获得了HKO Space副学士 要说这样有学识 随便找个公司或者是到老爸的公司上班 前途也是一片美好 但是何奥尔不想按常理出牌 在18岁的时候 模样出众且身材较好的何奥尔 参加了当年的香港小姐的比赛 但是呢尽管她拥有着一米七的身高 模样也出众 还是没有机会挺进前三甲 而当年的前三甲是这样子的 似乎找不到何奥尔失败的理由 但是官方也确确实实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就是何奥尔的跨骨太突出 就这样因为突出的跨骨 何奥尔就这样痛失了香港小姐的前三甲 最后获得了一个旅游大使的称号 但是吧虽然结果不太好 她的美貌是公认的 被称为是曾经大美女离子的翻版 还拥有着一米七的身高 大长腿直接碾压众人 再加上身材也很好 所以刚参加完香港小姐 何奥尔就被TVB牵走了 于是何奥尔从附加千金 一约成为了娱乐圈的新生代 出演了一些不温不火的电视剧和电影 虽然镜头不多 但每次出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8年 何奥尔在处境剧《毕打自己人》里 饰演千金小姐叶志如一绝 是个打酱油的小角色 但出场十分惊艳 本以为是美好幸福生活的开端 却还是迎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 尽管不温不火的 但是家里有矿的她也不在乎那么多 所以一直就在娱乐圈就这样打着酱油 直到2014年 她顺风顺水的豪门千金生活 迎来了世纪性大翻车 2014年 何奥尔的父亲何时跟手下的企业破产了 曾经的富豪转身一变 成为了负债1400万的没钱困难户 而何奥尔也成为了落魄千金 面对这样巨大的债务 何奥尔的父亲没有办法 这得多久才能还上 更何况她还想着东山再起 这时她看到了女儿身上的价值 刚开始 她是想把大女儿推出去 为家里钓个金龟婿 但是当时大女儿正和香港男星肖正男谈恋爱 36岁的肖正男当时只拥有一层400万的房子 让何世根十分瞧不上 而棒打鸳鸯的是 她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只是想做却不敢做 眼见着大女儿这边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于是她将目光放到了小女儿 也就是何奥尔身上 当时的何奥尔刚刚进入娱乐圈 凭借着香港小姐的比赛还小有名气 身高和长将也很出众 最重要的是她还没有谈恋爱 所以何奥尔成为了何世根 调金龟婿的不二人选 就这样 何世根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林建民 为什么要介绍给林建民呢 因为这位十分不简单 林建民是富商林百姓的儿子 人称大少 他们家有钱到什么地步呢 在当时林建民的父亲 林百姓的身家具有600亿 简直是富豪中的富豪 虽然比起父亲林建民差了点 但是也依然是富豪中的楷模 当然也是富豪中谈恋爱的楷模 林建民号称是极有亚姐高手 仗着自己家里有钱 几乎是和各个亚姐有扯上过关系 比如1995年亚姐黎思佳 1996年亚姐张东霖 1996年亚姐程惠敏 1997年亚姐冠军朱燕珍 1997年亚姐亚军郭京 实在太多了 这里就不过多罗列了 除了和亚姐谈恋爱 这位还带着身份不明的女生回自己的大别墅 结果还翻了车 被仙人跳勒索了100万美金 当然了 这位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将这位勒索的女生送上了法庭 事情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据说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让父亲林百姓的面子丢了个干净 所以直接拒绝让林建民继承家族企业 但是他也一点没收敛 后来林百姓去世后 他依然仗着自己大少的身份 在各大公司里担任没有股权的主席董事 为自己的恋爱继续挣大钱 所以这位林建民几乎是将自己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和女人恋爱上 据说和他恋爱过的情人足足有200人 都能开好几个教学班了 也许何世根也是看上了林建民这样的特质 钱多还爱美女 所以直接将自己的女儿送了过去 希望能从中获得东山再起的资本 很显然何世根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曾经拥有着200个情人的林建民 还真的栽在了和尔的身上 搞媒从2009年就已经拍到了 林建民总是私下和这位年轻貌美的落魄千金约会 这时的和尔21岁 而林建民72岁 鉴于两人的年纪实在相差甚多 所以他们的感情走向成为了媒体关注的重点 而从2014年开始两人的同框绯闻更是传得沸沸扬扬 神乎其神 两人甚至是还被拍到在演唱会上头贴着头 相互依偎的亲密照 明年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根本就是小情侣之间的行为啊 但是两人依然是默契的对外不宣 毕竟懂得都懂 有些事说出来反倒是不好了 后来和尔还经常出席林建民公司的各种活动 两人合体公开合体路面的次数甚多 举止也很是亲密 据说林建民为了和尔 还将和世根的欠债全部还清 甚至是每个月还给和尔六位数的零花钱 所以港媒就顺势将两人的感情给说了说 就在两人的感情被媒体吵得十分火热的时候 和尔正面直击媒体一口否定 自己根本没有和林建民在一起 而且逐渐地远离这位年老的爷爷被难忍 甚至是连林建民打来的电话都是直接挂断 当然这也是港媒说的 真不真咱也不知道 这样的谢莫杀驴让林建民十分伤心 每当媒体在他面前提到和尔 他都是一把心酸泪 像极了失恋的小男生 当街痛哭只都止不住 更是委屈控诉 可能莉莉真的在避开我不肯接我电话 但是好在有钱就有爱 林建民用其他的人的爱抚慰着自己受伤的心灵 而这时的和尔却又传出了绯闻 清清楚楚和林建民撇清关系的和尔也没有歇着 这边林建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自己对和尔的想念 那边和尔无视一切被曝光了和男歌手周紫阳的恋爱 这位男歌手也不简单 他是西贡帝王周叶德的儿子 是个妥妥的富得流油的富二代 最重要的是年轻还是个猛男 这还真不是媒体故意敦和尔 实在是因为他的这个恋爱谈得十分猖狂 两人被媒体拍到 在逛街时接吻13次非常火热 并且据说周紫阳还带着和尔见了自己的父母 所以两人感情也是比较稳妥 但是呢 两人的感情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 和尔的父亲对这位可能成为自己女婿的男人提出了十分过分的要求 据说是如果要和他女儿在一起 必须每个月给和尔根一笔钱 数额巨大 虽然周紫阳是个富二代 但是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也不想妥协 而相对比这个不愿意资助和家的女婿 领建民的做法很显更得和尸根的欢心 于是高调恋爱了14天的和尔突然宣布分手 媒体爆料说是和爸做了思想工作 他也不想老爸为难 只好宣布分手 领建民很开心 大手一挥就是400万 用来给和爸做生意 还在2015年和尔和TVB的合约到期 顺势以自己开的娱乐公司签下了他 在签约仪式上 两人的装扮也是耐人寻味 和尔穿着白色抹胸仙女纱裙 领建民则是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 蝴蝶结领带十分正式 还当场送上斯科拉的钻戒 网友调侃 这哪里是签约仪式 是结婚仪式吧 虽说两人和好了 白天被媒体拍到同游马场 但晚上就被拍到和尔和周紫阳优惠 原来和尔和周紫阳是表面上宣布分手 实则转为了地下情 白天晚上两不误 和尔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偷偷摸摸的恋情持续不了多久 周紫阳在2016年宣布分手 原因是和尔太贪财 每个月要20万生活费 十分无奈难以附和 估计也是和家的债务还清了 同年和尔拜林建民为干爹 沸沸扬扬的爷孙恋宣告结束 林建民和尔和和爸 三人同框的合照 像极了祖孙三代 照片中的他看起来十分开心 反观林建民的脸色就没有那么好看了 林建民如今已经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 而和尔则从香港转战了内地 还改名为了和天尔 也许是想忘记曾经有个新的开始吧 事业也是风生水起 最终这段轰轰烈烈的 没有公开的忘年恋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曾经的富家千金和尔 最后也不过也是豪门的牺牲品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